疫情之下,以往上百人坐在补习班教室的场景不在 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课 以后的配套措施又是什么 不叫业者好无奈 我们现在一些教育工作者 基本上都已经先施打了疫苗 也已经都安排了接种的时间 可是所看到的另一个区块 就是我们的补习业者 也是补习业的教育工作者 他们并还没有在这个区块当中 可是他们也是另一个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所以怎么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安心 当可以解封之后 回归到教育工作的时候 能够彼此更加的有所防备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块 不仅补习业者 某些企业的纾困补助 也是卡在是不是全职员工 没办法真正到位 也不能说在计算上面 不能只计算全职员工来决定 企业的补助 那是不合理的 因为有的企业同时 他和多个在职 在跟职业工会 他们有一个 自由工作的合作关系 也有一些大部分的员工 他们是雇佣的关系 所以他们是部分工时的雇佣人员 所以企业可能面临提不出 正确的一个正值的人数 所以他就领不到一次性的补助 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 各类照顾服务机构的纾困 郑国会立委集体为业者发声 不只呼吁政府应该将 补教业纾困标准放宽 长照机构也是重要一环 这些照顾服务的单位 不是一般的移密事业 那为一步应该直接参考 经济部的方案 可能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不够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 滚动式的检讨 符合机构的失困的需求 长照机构承受高风险 有更高的防疫需求 面对解封后的生活 律委们呼吁政院 应该设加强版防疫配套措施 让这些负责照顾老的小的族群 能有多一层保护 华语新闻杨阁 黄宥晨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 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